又伤了,才二十岁啊,突然宣布无限期休战治疗,这段话令人心酸,伤病总要指,傅尔茨将无限期确诊去治疗兼伤了,腊月临近,费城的冬天也带上了一丝寒意。 人们在欢灯节彩,庆祝感恩节的到来,球员们同样兴奋,他们拥有了第三名全明星级别的球员,无助的傅尔茨看了眼欣喜的人们,默默回到球馆加练,热闹是你们的,我什么也没有啊。 一位大学时期投射与组织军属上层的球员,被球队用状元签选中进入NBA,却因为队里另外两位天赋怪兽的存在,始终得不到重用,正在事业的上升期,一个很残酷的现实,这位年轻的孩子,疑似患上了运动员的天地病症亦扑症。 尽管球对方时否认态度,但是从布尔茨的比赛中,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,他在拔球时无法控制身体的无助,这种病症不同于骨折,扭伤,撕裂等硬伤有痊愈的希望,而是深深根植在患者的骨肉里。 一普正最早被发现在高尔夫运动中,运动员腕关节或筋肉,突然出现,不受控制的静软抖动,致是失误,有过这项前科的运动员了,无一例外,纷纷选择了退役。 傅尔茨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,突然做出了一个抽搐的动作,美国田径运动劳拉,身患一普正后,甚至无法直线跑步,无奈退役。 斯诺克名将亨得利,被查出一普正后,甚至难以完成出球动作,被迫结束职业生涯,某位受过一普正,的球员如是说道,病症发作时,简直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,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只有在比赛中,利用自己的胆破和决心去战胜他。 那么傅尔茨,你有这样的胆破和信心,战胜他,干掉他,再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吗? 11月13日,德鲁汉兰在节目中,透露傅尔茨患有异谱症。 傅尔茨与训练师德鲁汉兰关系恶化,不再一起训练,甚至不再与彼此沟通。 继小军能够理解,毕竟靠着是投篮训练师,人家也担心带破好身受病症的球员,砸招牌。 11月20日,费城76人VS菲尼克斯太阳,本场比赛,傅尔茨仅替补上场7分钟,没有得分入仗,得到一板一助攻。 上半场傅尔茨在已经准备上场换下西蒙斯的情况下被教练制止,然后换上了第三踢补TJ麦康纳。 傅尔茨随后从球场走回来替补席,镜头给到他的表情,他笑得有点勉强。 麦康纳登场之后,主场球迷都起立欢呼,这就是老话中的,得到多注,失到寡注吧,现实可真残酷啊。 11月20日,傅尔茨宣布因伤无限期确诊,评估肩伤。 11月21日,在专家的指导下,傅尔茨将在下周早些,时候去看一位肩伤治疗方面的专家。 据其透露,在该治疗专家有机会评估傅尔茨的伤势前,他不会参加球队训练,更不会出向比赛。 76人名宿爱福森也在上场比赛。 赛后与他拥抱以示鼓励,赛后富尔茨在推,特上祈祷,上帝会帮助我的,如果上帝会帮助你,那么你的高中,就不会因为身高过矮,而被踢出校队。 如果上帝会帮助你,那你的生涯,就不会因为这种伤病而深深苦恼。 兄弟,说句可能让你心寒的话,上帝不会帮助你的,能帮你的,只有你自己,只有那个对篮球充满热情,一个休赛期投进十五万计三分球的你,费成76人,像是一座天才新秀陨落基地,陨落这个词似乎不太合适。 那么我们换一种说法,置之此地,涅槃重生,经历过三次赛季报销的恩比德,如今已被视为第一中锋的有力竞争者,下季联赛便因右腿伤势报销的本西蒙斯,甚至被媒体们视为小詹姆斯,他们都做到了,富尔茨,这一次,请不要掉队。